这边是打野的队位 悲伤 其实乌迪尔最火热的那个版本 悲伤的那首杀人是乌迪尔 还是独步于江湖的 是的 乌迪尔胜利这边单独列了出来 奥拉夫胜利的话 也是两边选手 特别喜欢用的一个因素 但是卡萨在这个赛季 我觉得他的打野悲伤的表现 非常稳定 对 他还是保持着高水准 你看他这个数据就知道了 15分钟参与击杀 就证明 韬博15分钟之前的击杀 跟他是非常有关系 我觉得比较稳还是把鳄鱼拿了 被抢不好打 而且369的那儿其实玩的 比较少吧 比较少 对 你要是打不过鳄鱼的话 就很尴尬 还是把鳄鱼抢了 如果出AD的话 这边是要拿塔姆 他这是要逼得 W搬塞纳的意思吗 塔姆现在想出来能搭配的AD比较好的 就是塞纳 金克斯也能搭配 对 金克斯也可以 对 就是塔姆拿回来这一手 就直接瑞尔老牛给你搬掉 这塔姆挺有意思的 这手没拿老牛拿了个塔姆 这让W有点摸不了头脑 对 其实这个我感觉金克斯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把杰斯搞到上路去打那儿 中路鳄鱼 鳄鱼去打沙皇 也可以啊 这个感觉刀伯今天的BP啊 玩的很花 你觉得呢 是的 Night这手鳄鱼没想到 没想到 看到了 看到了 硬顶一套 在那边守护者触发 多A了两发炮弹 上路的话 369也是直接打出猛冲 硬A了一波 就是 打鼓战术 持进来 再反 反正打两炮 完全没有视野看到BP 他这个位置是 显然没有意识到BP已经 哎 感觉这一波有点危险 看到了 感觉到了 那这波的话 369应该是 打出向位猛冲 死是死不掉 死不掉 这波还可以 他有点意识到了 回去以后Q 打向位 然后再捶回去 因为我们开始也说了嘛 这个阵容就 不太好去干了 非常不太好做事了 哎 这两边血线有点低啊 一到两个 再打一套血线 但是杀应该是不太好的 尤其这种强队 强队之间的效果 硬来一波 哎 睡到了 这波是飞伤 这野区被滚到了 刚才是做事的时候被 直接力量逮到睡住了 对 应该是想做事也 但提前的路上就被发现了 下路打一套 哎 这边还好吃进去 哇 但这边要交TP绑 这个TP绑大鳄鱼 哎 闪到过来 闪到夹子了 哇 这一波能跑掉吗 鳄鱼过来一个活动达不了 钉到了 那让他揪梦法很尴尬 直接被一个Q用的瓜子 哇 这一波就没办法 塔姆能够拖太长的时间 两个人头包含一血 对 看这边是什么情况 这边是 看到 往后走 他想反这个F6吗意思是 他可能单纯的就是往前走一走 被发现了以后 保力球滚到 还是蹭到 就是被埋伏了一下 他就看了一下F6 直接被KASA打了个时间差 他是想去放个眼的 只不过路上就直接被逮掉了 他没一眼身上 这是Night放眼放得好 对吧 提前在河道放好 确定了他的位置 其他几条件都比较艰难 背上这个位置 遭遇了 先给一个蓝城 先打这边的小卓 但是给一个治疗之后 直接选择反打 哎 你看到了吧 他过去拍 不敢拍这个丝 拍了这个丝没用 拍了加塔姆 但其他两个人 被夹子给封住了 是的 哎 这边还上来 但是看有没有TP啊 但有双闪 沙皇的TP快好了 硬来 杰瑟的TP也快了 看这边先吃一下金河斯 现在达姆没有吃了 先打一波Mizi 蜜慕尔 ganze你没看可以 反对ền感的 entren 靠南郎 vens的散现 卡拿飞了进去 杰可拉这边已经真亡了 傻猪的话 也是没有配合防御塔 击杀 Champions 跟örm6 决定里面的为数不多的可以 可以可执行 而且还打出来的 诶 啊 这 胆齿 闪现Q 香格斯也被睡了 诶 这塔姆 这塔姆相当过分啊 这塔姆下来是舔死了打野 舔死了龙 杰斯还一炮收掉了香格斯 这舔狗应有尽有 而且先锋直接把中国塔要撞掉了 杀黄的塔 这杀黄的塔这么早被拖掉 这叫七匹宝塔了 受不了了 好惨 哎 这波已经要开大了 开大了 这是要应运啊 呼吸哥这边的怒气很尴尬 第一时间是变不了大的 哎 空中被晕到了 空中一个红的塔姆咬到 那这的话卡萨自己也是没有太大的危险 对对 而乌蒂尔这边过来 再不走可能要被杀 不过还好后面有沙皇 香格斯过来保一下 哎 但旁边塔姆来了 这个塔姆真的很油啊 出了这个护甲鞋 打不动 打是没机会的 哎 这波TB上来 杰克拉这个位置有危险 被拍晕了 那直接拍 要拍两个吗 左边吃进去杰克拉伍 吐了出来之后 卡萨这边的输出能不能打出来 卡萨直接被秒掉 背上拿到热红 这边朗哥又顶了一下 这样的话 杰克拉伍这个金字也死了 这边奈特能不能顶住 奈特这边一个红度Q技能 好像没有队友了 哎 这波感觉 W是一波机会 W也是减速了一下 悲伤继续拍 这波除了369感染其他人 奈特这边还有一个疫情的穿墙 但这波W已经很赚了 很赚很赚 已经很赚了 这波又找了个机会 这波是用两个 用一个TP 嗯 现在比较怕就是杰斯等会 贪团会什么样 这波确实是一个机会 阿水这边点塔 还晕 娜也没着急 哎 先减速 然后你人拉了以后再拍 W也是拍到两个 老牛再顶起来 这波如果能把Night杀了 感觉还真有机会 因为Night是个大人头 他顶四个人扛了半天就很离谱 他太肥了 太肥了 马上上面拿了先锋 直接放下 而且是5人包过来 这波下路这两个兄弟不同 可能要出事 一过来W晕住 三六九 呃 这波还可以 Mity反抵一下 赶紧吃了一下Liliya 保护一下雪亮 这里本来想 塔是没了 但这波涛波本来想拿够多的 那这边是没有GP的 这个塔是要撞掉了感觉 嗯 塔有了 哇 这涛波的阵容中气太猛了 又是咬到了 哎 悲伤直接给了个机会 被咬到直接被秒了 而且后面这个水晶不推 哎 就很合理 哎 这波还能跃 还可以 三六九 哦呦 哎 这边现在打出上面冬冲 想去交一下 跑不掉了 这边被拍回来之后 还是被沙皇拿到这个圆筒 这一波很想操作 过去换了一套伤害 借着星石打出了非常高的一波爆发 哎 这边中塔的话 防御力量有点差 中上都不在 应该能拆掉 但这波是有TP的 想看阿水被吃了进去 再交一个闪现 这波开始强行了 这波开始强行了 这波很尴尬 那在这边进场 浮月子被打出一个大招 胡锡哥 哎 香格斯反而直接被秒了 胡锡哥再开一下 杰斯来了呀 就在侧面 一锤子锤上去 这波已经有大龙了 这里达姆想开阿水 直接被塔姆救下来 阿水交一个闪现 反而成为了TOP的一个机会 上中也全部阵亡 那上中也打架 前期就是下路 是不能出问题的 吃进去 而且卓的这个塔姆 这把玩的确实不错 哎 这就很难受了 后面鳄鱼开大来 杰斯远程来一炮 这一炮 哎呦 直接哄死了 那变大之后 一个大招也是有点无奈 这个时候手长点塔的优势就有了 这波想开 这波想推 但是又被吃了进去 那这边想强行拍杰克拉 被逛了就虚弱 拍得不错 一秒 但是这波的话 超不到中上怎么解决 这边睡到了很多人 鳄鱼进场 杰斯的战力也很强 背上被杰斯敲了一下 胡锡哥 胡锡哥那边也是被收掉 只剩一个救梦 临死之前 是带走了卓 这里的话自己能跑吗 能不能跑 有加速强 有加速还是要死啊 这一炮打完 我再问你一遍 要不要搬塔姆 其实开金克斯 真的不解决问题了 有没有机会 下方一波让后 卡达是没闪的 卡达被处理掉 而且39之辈也很难跑 想换 但是今天好像是被空了一下 也是一个杀盘 艾可文现在也没有说特别大的优势 又是 直接持 主要36没被推是很关键 对 3-6被推的话这波还真不好说 虚弱一套 保不住了 这个时候就是尽可能的拖时间 然后让队友过来收割 主要一秒金克斯奇真的也不转吧 因为淘伯现在上中野的战力会更强一点 如果能把369推回来 这波还真有点机会 是 3-6推回来 其实正面就没伤害了 对 鱷鱼这种 他冲突 还有卡达连的还比较远的 这波 打得是非常的快 有点来不及了 打得有点快 W能不能来得及 鱷鱼在断后 无地是有闪现的 这波要看一下达远的操作 背伤 呼吸哥这边的怒气宝 大还可以 鱷鱼的位置好像暂时没有被发现吗 前面有眼鱷鱼也过不去 而且鱷鱼现在正面消失 可以上高 上上路的高 踢过去了 上上路的高 上路有兵线 那这样上路的高地他可能都要被破 这波淘伯的指挥很聪明 直接上路369踢过去拆高地了 但是纳尔变大的状态 可以等纳尔大刀消失吧 接次队就在危险 哎 这波折磊有机会 秒了 啊 杰苏太深入了 他这个闪现的位置很尴尬 直接被推了 那蜜茜 哦 蜜茜被打了一半的血量 嗯 蜜茜没提不大 因为蜜茜现在身上的大招没有开 那这个龙套波反而拿不了了 哎 能拖一秒是一秒 用高地防御塔 这边这边减速了一下 这边这边闪现 这边反打了一下 打到两个人 这里套波不敢打呀 少了一个杰苏 输入点少了一个 鳄鱼也是被留了一下 呃 铃铛能敲到吗 反现被打了个W 还好还好 其实这一波 W是可以接受的 你整个大招摁得死啊 或者给他一个冰箱的牵扯 呃 钟上这边交踢了 塔姆的位置被发现了 这波要不要出来打 呃 想先打团吗 杰茜一炮空掉 操作的状态已经不太好了 哎 这波又被逼走了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真的有危险 有危险的 鳄鱼过去找了个机会 乃泽血量有点低了 被打了一半的血 另外两个人不太敢去追 因为这两个人如果去追的话 正面就被开了 哎 这波可以打风龙了呀 奈特是没GP的 W可以先打风龙 然后再拉过来 塔姆这个老毛病又开始了呀 而且卡叉这边是有春歌的 实在是卡叉被一个优化 哎 杰茜拉我 这边被点了过来 有机会秒掉 杰茜拉我倒了 哎呦 要怂了 奈特这里也是很尴尬 小时候这边开大招 过来保一下 反正就结束了一下 密西 哇 这一波是密西罗鱼 连后的一波 这边两个手都空了 套波的碰巧 打不到的话 这一波打的又会很舒服 牛头过来想开 看到塔姆在这边打得太多了 这一波也可以睡很多人 奈特这边大招往进躲 在这边推了过来 这边屋顶已经被秒了 奈特这边很肉 有一个精神过多时间 哎 这波套感觉 打不太过了 旧梦 旧梦被打出一个春歌甲 杀茜茜茜 杀茜茜茜也是被留下来 一发火箭 没有送到位 但是旧梦想强行换掉 只换的那个小桌 又在被卡塔转出了 这一波踢过去感觉一波了 这一波要被一波了 哇 套波最终还是 所以说这波大龙不能打嘛 这一波其实不着急啊 对不对 主要那个位置又被那个 三里就打了一跑 然后再加上又被睡到很多人 而且 鳄鱼进场的那个时机太好了 哎 这里的话 梅森也死了 主要是金克斯一来 点这个防御塔 就可以点得非常的快 金克斯已经快到了 过去想越塔 硬下一个 马上就要变大了 带他开回来 哎 还没有结束 还没有结束 还有机会 但是破掉两路高地 大龙还在 这一波只需要回去等人 复活拿大龙 节奏会开始 变得有点拖拖拉拉的 这一炮打得太疯了 在家里一个保龄球 睡得好 对的 然后鳄鱼进场的位置无敌 先打一波香格斯 香格斯已经被迫开金身 然后后续推了一下之后 旧梦飞进去 也是打不过了 杰斯这边 反正我小卓 配合一个虚弱 杰斯打一炮 直接把金梦给收了 所以就拿完风龙魂 哎 要打要打 这波给一个夹子 看一下 哎 乌七哥这里 看了个秒秒吧 这个位置 小卓要被顶了一下 有点打不了 而且里面蜜子也没血了 杰斯里面狂A 蜜子已经被A死了 而且欧鱼顶在前面 W是几个人没有输的环境 杰斯那边还在A 杰斯达到那儿的人头 背伤 背伤这边也是残血 挂了一个虚弱给旧梦 旧梦 旧梦这边很尴尬被欧鱼贴脸 这边拿着这个人头 只能等死了 只能等死了 哇 这一波的话 淘博是大祸全身 零换四 应该是要一波了 W最终还是决定 输死一波吧 但刚刚是开个秒秒吗 呼吸哥下远 还怎么着 对啊 下地知道有夹子 开个秒秒 这很尴尬主要是 有个夹子也没办法吧 最后淘博还是 我觉得还是前期这个领先够大吧 然后吧 其实你看最后一波 如果我是猜W的想法的话 他是觉得 我们这边的闪现落后太多了 如果说我在高地等你来推 那更没有机会 不如我用TP找一波绕后 看能不能先杀个鳄鱼 就是觉得 但再早一点就好了 因为金克斯刚好赶过来 或者是塔姆 或者是Night 我感觉 因为Night这把前期 我觉得他3-0那个开局 打得很漂亮 也是 但是我看整场比赛 都是淘博一直在领先 确实 因为淘博这队伍就是前期真的很 他这个前15分钟 有点无敌 这把塔姆小卓 这小卓他这赛季第一个还没屁啊 不容易这孩子 多给几个吧 小卓这个赛季的表现真的非常不错 挺好的挺好的 我觉得Night 第一个赛季 打到位了呀 绝对到位了 这把塔姆确实玩得好 他主要是几波吃都很关键 而且中期那一个最大最胜利最多的那一波嘛 不就是他吃下了金克斯 对